Hello,各位投资者,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点追击0615期 加息聚绩抗跌 恒指,怎么看呢? 我是主公老师,莱Sir 好了,我们今期依然组合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今天的一个收盘点评 第二个部分是恒指方面的分析 恒指回踩至池尺位附近,如期反弹 即将下来的趋势会如何呢? 今期依然会为各位同学分析一下,好吧 第三个部分就是个股分析 有同学问到京东集团、碧桂园、 深东方最线和长城汽车 这几个股点给同学问到 同样今期依然会为各位同学详细解答一下,OK 好了,在进入课堂之前再提醒各位同学 无论你现在坐在电脑旁边,再拿着手机 尤其是第一次收看我最新教学的各位同学 你记得在YouTube这个频道,按下订阅我 订阅了之后,再按下这个黑色的钟仔 才能够时刻塞到我最新教学,好吧? 另外,如果有同学上咨询奶sir手机版软件 你可以在首页上方找到Fans的专页 然后点击就可以进入联络到奶sir本人,OK? 好了,在进入我们的正题 朝早8点05分,奶sir如期将港股行程提示公布 已经装作特色指标手机版交易的各位同学 通过我的提示大家看到 我们很清楚目前知道 指数方面,现在其实是回落的 当然之前9号我已经和各位同学说多了 9号除了8号,突破之前的高画 还有一个强弱关键画 9号按照菲波纳契素利 或者等它周期线 其实这两个计算时间大家都知道 这一天是转世时间 当然,刚好即将来 我们这一排就知道 因为这几天来上提示大家 为什么现在回落这么多呢? 其实最主要是按牌压 释放了美元加息的消息 当然释放了加息的消息 就导致美股的一个暴跌 到红仙指数暴跌 而造成外围市场的因素不稳定 我之前和各位同学说到 无论是5月份的5月13号 包括这个月的6月8号 只要这一天是收阳足 那它当日的收市价是高于前一的最高位 整体的月份都是强势的 好吧 那当然6月份的时候 更加早是5月中的时候 就已经提醒了各位同学 那因为6月份有政策的一个因素 尤其是港股秀内地政策的一个 得益于它的一个政策的推动 6月呢,整体会到月底 那其实按照周线图的时间推算 都是到6月底 最迟是7月初 所以说我们知道政态趋势 会向上 那当然目前来说受美股影响 美股影响的话 那我经常跟我说 我说市场呢 就会造成导致的暴跌 整体我说市场 不ok的话 那整体美股都会ok 那美股如果是暴跌的话 那就会造成 指数方面 恒指呢 第二天呢 就会低去 那如果是强的话 就高去 ok 所以说美股下跌呢 那除非我们知道 之前的话 那美股下跌了 八百八十点 那星期一又弱势 所以说目前来过 我们知道 今天提示大家 因为美股呢 杜琼斯指数下跌的趋势 又减弱 那这个情况呢 其实有利于 恒指反弹力多 因为我们知道 那通过奶雪的一个特色指标 大家看到 那我之前和我的同学说到 飘带呢 绿色是看淡 吹晒呢 是向下 红色飘带呢 是看好 很有战友 吹晒是向上 红转绿呢 是固 然后 绿转红呢 就有提示买入的一个信号 ok 那当然呢 还有一个功能呢 就是每当如果是 绿色飘带收音笃 那大多数情况呢 就会回落 那当然呢 如果是 羊笃在这里回踩的话 那就会如期反达 ok 所以来说 目前来说 那今天呢 我就提示大家 恒指反达力度 才要更求 就是如果美股是昨晚 如果下 就是它的一个下跌 趋势力度 没有那么强的情况之下 一来说 虽然还是跌 不过呢 它没有之前跌得那么厉害 说明呢 又好转 一来说机会是跌出来的 ok 那当然目前来说 都提示大家 一来说 红色飘带收阳足 看到没有 提示中短期 有买益的讯号 已经提醒了我的同学 那当然呢 如果装作乃sir 这些特色指标的同学 那其实都明白 这个 它的讯号 功能 ok 所以目前来说 那 工房 大家看到 上方力口 产生力口 来说 经常和大家说 力口产生 不是更加强 就更加弱 一般来说 它是肯定一个支持 或者是压力 那当然 在这个 Q带下延边 一来说 指数是它的上方 或者是个股 它都完成一个支持 大概2万0 650 那在早一天 星期一的时候 我提示大家 2万0 590 这个下延边 它沿着飘带 时间推动 向上 那 那直下来 它变成多少 等着恒指分析 也会和大家说 所以我目前来说 乃sir提示大家 按照现在的特色指标去看 那其实是一个 买日的信号 而且呢 我在这一天 即是星期二的时候 下午 有一两位同学 就问到乃sir 他说他做指数 那当然 他说过股 现在不知道怎么买 那我刚好下午 应该是2点半 还是3点半的时候 那当时跟他谈的时候 就说 他说 当时呢 指数方面呢 那其实开始反弹 我就说 现在呢 可以入少少仓患 一来说 看到这个位置 已经接近了这个 和大家提示的2万0 650 打到这个红色飘带 而且呢 它已经跌了很多 那这个情况呢 反弹机会比较大 那当然我就提示他说 如果跌穿了这个2万0 650 他说会不会跌穿 我说如果 如果当晚 即是星期二晚上 上过一天晚上 如果美股继续暴跌的话 如果没有减弱 就跌穿 如果不跌穿的话 那可能如期反弹 不过那时就已经反弹 所以乃sir判断呢 这个位置应该是底部 当时是和这个位置应该跟我说到的 OK 这个是指数方面 那个股方面的话 那其实呢 还跟大家提及到 新能源汽车和汽车零部件 虽然说 这个月呢 很多股票都OK的 不过呢 每一只股票会 即是说 强势过新能源汽车 以及汽车零部件 汽车零部件 有玻璃啊 那些 包括那些 芯片 和它的电池 这些都算是零部件 所以说大家去关注这些相关的个股 OK 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收盘点评了 那我再看法 那今天开市情况 那今天开盘呢 是21,111 那整体大家看到 那其实是 呃 算一个低或高走 OK 那力度不是很强 一来说 最终收市呢 是21,308 相对上个交易呢 21,067 升幅才有240点 那这种情况力度呢 就是中小强度 这样 OK 那现在升幅呢 那现在如期反弹 按着蓝水的提示 那这种反弹呢 会不会持续呢 持续呢 又要多久呢 那就会和大家去分析一下 好吧 最重要是我们下一个环节 恒指分析 OK 最后恒指分析 我们再看法 那其实一个 一周来的话 就按着蓝水同学 跟我讲到 六月十一号 那当然这个教学video 其实都是比较多同学看的 OK 怎样说呢 一来说六月十一号 即是星期六的时候 前几天 我已经和同学说了 一来说 一来说 刚才和大家说到 每一个月都有关键的一个时价 五月十三号 是吧 高月十二号 最高价 整体五月就强势了 不是一直升 是震荡趋势向上 六月八号 大家看到 六月八号这一天 已经高于六月七号的最高坏 且收阳烛 也都是震荡趋势向上 OK 九号和大家推 即是推演到 因为这一天 是转勢日 无论是菲波纳契索利 和等距周期线 大家看看之前九号 就推算这一天 时间转勢 当然 因为美股影响 方向向下 更加明显 可以体现到这个转勢位置 当然 在这个时间22分57秒 这个时间 大家看到我这里 和大家说的时候 震荡趋势在本周 大致来说 会上下横摆 为什么呢 因为美股在星期五的时候 即上星期五已经暴跌了 已经进入超跌区 所以来说 超跌区来说 机会是跌出来 当然进入超跌区 没有可能一下就反弹 因为跌得力度比较多 跌到800几点的时候 所以说 乃水的判断 可能会拉动 恒指会弱势 本来震荡趋势向上 如果低区的话 角度就偏向平稳 上下横摆 而且跟大家说到 本周来说 比亚迪可能会回落 现在看之前的教学 按照乃水来说 比亚迪是否高位回落 那大家有没有适当减仓 或者沽出呢 对吧 因为比亚迪 其实都会拖动一下 恒指方面的一个权重 所以说会回落 会比较大 所以整体 本周是上下横摆 这个观点是没有变的 那当然现在 如期反弹的话 如期反弹会怎么看呢 那当然我们先看到 我们整体的一个环境 好吧 整体环境 因为现在目前上海疫情 解封了 所以说 导致了中国政策 不断 有33条的政策 公布去刺激经济 因为上海封城了两个月 造成了我们国家的一个 经济损失 是不可预估的 所以说这一个月 六月份 因为两个月造成的经济 没有可能十多日 就补回至少一个月 所以这个 从外怀的因素 都去判断六月 整体六月是向好的 最加上技术分析的时间推测 那压口就是六月底 或者七月初 所以这两个 无论是外围的因素 或者技术分析 都能够配合到 所以说 李一sir很肯定 为什么来说 和大家说 这个整体趋势 不是太差六月 会整体强到六月底 至少最快六月底 最迟是七月初的原因 判断有根有根 当然 第二个 就是战争 战争 好像战争来说 就导致能源和粮食的价格标识 导致通货膨胀 尤其是美国的通货膨胀 因为中国是制造于强国 那除了将那些原材理解决了 基本上 中国是很少能够出现通货膨胀 除了美元的一个加息影响 好像这一段时间 今天来说 其实现在六月十五日 按照美国时间来说 现在可能 才刚刚六月十四日 过到六月十五日 还未公布 因为美元加息聚绩 美股就已经暴跌了 那现在 恒指反而反弹起来 那究竟呢 它抗敌性有多强 等着跟大家说 最加上 现在还有一个小小的消息 刚刚公布无计 应该是今天 美国准备取消部分 对我们中国的一个商办的关税减免 所以说部分的不是全部 所以说这些都有利好消息 不过整体来说 消息当中 其实还是一个平衡的 都没有太好太差 所以推断 那一层 今个礼拜和大家推断 都是上下横带的机会比较多 OK 那我再看回指数方面 杜琼先指数 决定恒指明天的强弱 包括上证指数 是 代表恒指的趋势 我们再判断一下 美股方面 大家看到了 美股到同仙指数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其实股出买卖指标 已经出现了 我已经好早和大家提示了 这个不是 即是说现在才说的 看回之前教学 那现在大家看到了 那为什么我和大家说 KDJ的参数 一般来说 如果跌到二十几 就基本上是底部了 就好像我们KDJ的参数 一般来说 升到一百一十四左右 都已经很高位 所以这些範围 大家要注意一点 而且在这个位置 已经破了底 不破不落 所以说 美股目前来说 其实应该是 短期有个底部 所以目前来说 应该会短期的反弹 不过因为它跌穿了 产生裂口比较多 所以它是比较偏弱的 所以短期反弹 它也不会升得太多 目前从这个技术指标去分析 当然目前指数方面 整体向上 我们看回 主要还是太美股 美股说 不会跌得太厉害 港股还是会继续升 OK 那上证指数呢 上证指数呢 很多股票 就发现 跟我们指数差不多 都是在上面 留了一个非常之长的上线 说明呢 空方力量是非常之大的 一般来说 按照技术分析来说 三日没有突破这个最高位的话 不过等着长城汽车 都是差不多 没有突破这个位 基本上是回落 回落等到修阳足的时候 又是买入位 所以整体呢 上证指数 吹晒向上 是没有变的 当然吹晒没有变 行指都一样 跟着它走 好吧 所以我们总结来说 其实上证指方面的话 就比较平和一点 不会太好 也不会太差 所以目前大家分析到这个 它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乃瑞瑞的判断 目前就突破了 这个红色飘带 这个上线边 起码来说 修阳足那边站稳了 不过它如果 会不会再继续升呢 那前方说这个列口 大概21,431 到21,487 如果它比较强势 就会弥补 如果不是的话 它会继续回落 在这里上下 这里还摆的机会比较多 整体趋势 好吧 因为整体大家看到 这个特色指标 资金贝利亚 这个指标 资金还是流出的 好吧 下线边 下线边 大家看到没有 为什么如期反弹 这里第一个修阳足 而且达到 红色飘带附近 这个下线边 所以如期反弹 所以现在关键呢 恒指升不升得多 就看美股 美股呢 不会跌得太多 比如说200点 都正常 如果跌到600多点 它可能就会偏向下跌 如果不跌得太多 可能它这个上方这个列口 还会继续弥补的机会 就比较大跌 趋势呢 因为现在整体短期 还是向上反弹的 好吧 这个就是 蓝水和大家分析 整体呢 本周来说 按照蓝水来说 上下横摆 OK 好吧 这个就是恒指方面分析 好了 那我们再看个股 个股方面的话 京东集团 碧桂园 深东方聚线 和长城汽车 那京东呢 是因为 如果熟悉内地的一个购物节 京东呢 是618 会推出相关的 一些很有优惠的购物 那些 优惠 那好像 阿里巴巴的双十二 和双十一 那样 如果了解内地的 那些经济消费的 那些同学就比较清楚 碧桂园呢 那当然 应该同学之前 刚开礼数的教学呢 就说 除了新能汽车 房地产都会拉动 所有的会问到碧桂园 深东方聚线 现在这一排就升得比较厉害 好像升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四十 所以比较多同学问 现在可不可以沽出 或者 又可不可以高追 长城汽车呢 现在 就升得百分之四十 整体吹色是向好 所以我现在和大家分析一下 也记着各个股 好吧 首先我看回京东集团 现在扣卖值法度 六一百压 京东集团 大家看到了 庄家资金 其实相对比较好 大家看到 连续三日是增加的 OK 不过呢 它当日的趋势 就没有同步 不过趋势唯一好些 就是它绿灯 变薄 资金 其实短期的流出 不过不是流得太多 不像这些 这么粗的绿灯 流出资金比较多 所以说有很大的可能性 即将下来 如果转红灯的话 其实有个买日提示 最结合呢 庄家 这个红色筹码 继续增加的时候 就满足乃尔经常和大家说到的 一个买日信号 庄家资金持续增加 六转红 提示买日 OK 而且大家看到 现在红飘带 现在还是处于红飘带 好有战优 而且这里产生了裂口 所以说目前来说 九六一八 从技术指标来看 是向上 最加上六一八来说 对于它整个公司来说 又是一个促销刺激经济的时候 其实整体都是向好的 所以说九六一八 如果有些同学 从偷布同学 很大的可能性 在现在还没转红色之前 可能就入仓位 都说不定 OK 整体九六一八 在这几天都是非常好的 OK 我再看看九六一八 目前有没有买卖指标 暂时还没有 不过前高位 大家注意到二百六十二 大家看到没有 二百六十二这个位置 当然这个位置 其实很大机会性 就会突破 乃水的观点 因为飘带持续扁门 又有外围因素的刺激 技术指标 又向好的 好吧 碧桂园 我再看一看 02007 碧桂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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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从 庄家 和趋势来说 其实 资金 现在是由此炒作 最多是一个外围市场的影响 这样 飘带还是变宽 OK 当然 它现在转述一个中期中的短期反弹 那 上方有个列口 大家注意点 OK 那这个列口呢 究竟是多少呢 那我用 库园和红口放大 给大家看 大概是 四五一 四五到四六左右 而且大家看到 碧桂园已经存入 买日指标 而且收阳竹 这个阳竹还是比较大一点的 OK 百分之五% 那很大可能性呢 这个上方呢 这个列口呢 能够弥补 不过大家注意点 如果真的要入货 跟着指标去操作的话 都是少仓位 畢竟来说 如果买卖指标 然后再结合绿色飘带 我们以飘带为第一 再结合买卖指标 然后再结合第四 KDJ 按照这个顺序去操作 会比较好一点 现在飘带整体都是太淡的 就算你现在反弹 可能力度也不会太大 小仓位入伙又安全跌 OK 好了 再看回深东方最线 01797 深东方最线 大家看到 现在装夹已经满了 从日线图来看 其实呢 回落机会比较大 再看周线图 大家看到周线图 其实上升空间 还有少少少 不要日线图那么满 不过从短期来看 可能会回落很多 而且从这个列后 大家看到了 这个列后已经产生了这么大 回落的话 作为这里一半 大概14元 就作为一个防守位 OK 不过整体呢 会回落机会比较多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 1211 是吧 比亚迪 比亚迪是吧 为什么如期回落 因为周线的空间 大家看到没有 过去周线 在这个位置 已经跟大家说到 已经很高位了 回落机会比较多 包括它不回落 它都会突破 它应该突破不到这个高位 对不对 而且 入线图也是这样 入线图已经开始减少了 所以说 如果要判断它即将下来 它是短期回落 再拉升 我们就要结合周线图来看 所以说 我们的深东方最线 深东方最线 目前来说 它是一个短期会回落 因为它已经远离飘大 大家看到没有 远离飘大 不过周线图来过 其实上升空间 庄家 还有很大空间 所以说 它回落 然后最拉升的机会 很多 回落 以这个列口 或者这个阳桌一倍 作为我们的防守位 OK 好了 再来看看 深东方 目前我们知道 它会回落 买卖指标 现在看到有没有 出现它的讯号 1797 买卖指标 目前来说 还未出现 不过买卖指标 判断 它即将回落 可能会突破高 一些 或者这个最高位 16.768 这个附近 就会停止 然后回落 这里的位置 阳足一半 14.46 这个位置 OK 好了 再来看看 最后一只 2333 02333 2333 在星期六 我已经和同学说到 这个高位 现在大家关注 比亚迪会回落 都会影响到 汽车板块的过股 不过目前来说 按照黎sir 和大家分析 当然也是看 星期一 即是本周星期一 有没有突破这个前高位 突破了 那我们继续拿着 因为飘带是向上 不过 庄家 它不像比亚迪 庄家已经满了 庄家还是持续增加 不过比较慢 OK 而且趋势 大家看到 已经六转红 在这些位置 已经有买入的提示 如果之前有按照指标的提示 大家看到 庄家资金继续增加 资金背离 无论从 趋势指标 或者资金背离 如果六转红 都是比较好 如果两者是同步 更加好 有些时候资金先转红 趋势会慢一点 有些是趋势指标 转红色 庄家资金会慢一点 当然如果是同步的情况之下 就要结合庄家资金增加 基本上 萊塚判断 肯定会突破前高 或者收支带游中 或者继续向上升的机会 就比较大一点 OK 这个就是萊塚和各位同学说的 长城汽车 那长城汽车 刚才跟大家说 上证指数 大家看到没有 刚才都是一个 比较长的上影线 萊塚判断 都是一样 如果这个最高位 这个最高位 大概多少 02333 大家看到 这个最高位 其实今天来看 最高位 是17.05元 那当然 这几天 17.05元 如果三天之内 不突破的话 回落机会比较多一点 OK 因为不破不落 好吧 而且长城汽车的 整体飘带是向上资金 还是继续增加的 它不像比亚迪 现在长城汽车 整体 最多 目前 现在它分析 会回落一下 然后 继续拉线 机会比较多 好吧 这就是长城汽车 和大家分析 至少它估出这个信号 还未出现 OK 那过股就说到这里 今期就说到这里 那下期的预告 同样每逢周三 9点到10点 周三乃船上班 时间比较 比较 比较紧 然后周六周一 就比较早点 8点到9点 好吧 今期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聚会 拜拜